一步步走得艱辛 但再難再累也得往下走 山友混沌深山 救難人員身上背得 不只是山友大體 更是家屬的盼望 吸水湍急流不停 搜救人員即便跋山涉水 也得奮力挺進 58歲陳姓山友 九號和兩名朋友 前往台東海端鄉三叉山 陳姓男子卻疑似高山 正發作罹難 同行兩名友人 也因傷被林務局人員送下山 而陳姓山友的遺體 則以帳篷外帳包裹暫時安置 直渡一下低溫 輪流 背後 走上走下 遠歸颱風環流 釀成空勤總隊直升機 無法入山載運 觀山分局向陽所警員 與三名登山隊人員12號 冒著風雨及低溫入山 四人輪流背負大體 翻山越嶺 終於在14號抵達向陽管制站 陰影期盼的家屬看到大體 那刻不斷道謝 溜入滿滿感激 四人花了兩天徒步輪流背負 走過崎嶺山頭 終於讓離難山有遺體 能夠回家 記者綜合報導 停車 中心 中心 5